先佛讲道文哉分享 十一 寄供佛佛辞讯 生活就是道场 现在白杨期 你们的道场在哪儿呢? 什么是道场? 生活就是道场 来到佛堂 规规矩矩 有软体硬体设备 有前贤道场伦理 有班程参加 有道物可以办 可是回到了家 心就起了懈怠 在外面拼了一整天 在道场付出了一整天 回到家就放松了 就容易懈怠 或者不是? 修道 从人道做起 人道 就在家里 回到家里 才真正是你修道真功夫的显现 所以 自己要敦目九族 哪九族? 内亲 外亲 阴亲 九族要和谐 不和谐 那你要怎么跟人和? 那你要怎么跟人家和? 那你要怎么跟人家和? 自己不带动 自己不能修得感化别人 家庭能够和谐吗? 每个人都针锋相对 没有一点包容 能够和谐吗? 修道的功夫在哪儿呢? 在敦目九族 敦目九族之后呢? 平章百姓 这是出自于哪里 知道吗? 是出自上书 上书在讲些什么 知道吗? 上书在讲古时候 遥顺语 圣王的字画 修道的功夫在敦目九族 敦目九族之后 平章百姓 这是出自上书 讲古时候 遥顺语 圣王的字画 孔子是至圣先师 他位居天子之位 但是 教化百姓之功 不雅于圣王 大学三甘岭 八条目 是革制城镇 修齐治平 自己的家有齐好吗? 自己的身有修好吗? 对自己要有期许 一日三省无声 忏悔 由取向忏 做法忏 无声忏 今天 你在佛前 借着因缘 好好反省 忏悔 虽然是办事人员 但也是个天职 要看重自己 要看清自个儿 取向忏 即在佛菩萨向前 发露过去所造的罪业 然后自责于心 以求见佛菩萨之向好庄严 以灭除自己的罪业 做法忏 即依靠佛陀所制定的忏悔方式 来发露忏悔自己所造的罪业 如比丘、比丘尼等僧团的各种忏悔法 无声忏 即观察罪业本空 只是根源于凡夫的妄想执着而已 所以 罪信本空由心造 心若灭食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聚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反省、检讨 应该自己关起门来 睡前好好反省自己的言、行、心 是否有罪过错 回到家里 反省的功夫好好落实 每天晚上做反省不用多 就拿真子的三省来反省自己 在工厂、公司上班 拿人家薪水做事有没有认真? 朋友之间有没有道义、守信? 老师传给你们的有没有温习? 为师传给你们三宝 你们怎么用? 晚上睡前用三宝尽尽心 为师的三宝是心法 借着心法收束身心 心容易散乱 精神就不容易集中 精神不集中 做起事来就会丢三落四 常常把心收回来 心就能安定 今天听到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心要置于何处呢? 刚开始的时候 心不容易收回来 就守玄关用三宝 把你的心收回来 久了以后 你要体会当下的清净心 不管讲话 还是做任何事情 都要心平气和 要清净 如果心平气和 讲的话就不伤人 甚至能够感人 修道入手 就从谨言圣行开始 所以讲修身 就要革置成正 以上后学功读 继功活佛此训 生活即是道场 圣训功读完毕 感恩